科学新知 体验生活科学 今天的发现科学专题要带您了解 有用的防疫知识 疫情期间许多人外出是全副武装 除了口罩 护目镜之外 还有不少人会戴上手套 但是专家表示 手套不像口罩有三层结构 无法阻挡病毒 上头还有许多看不到的孔洞 反而会让病原微生物 有机会趁虚而入 带您一块了解 防疫期间不少人外出全副武装 除了口罩 护目镜外 还会特别戴手套防疫 但专家提醒 其实戴手套并不能阻隔新冠病毒 那我们手套没有那个三层 我们没有那个三层来抵抗 来吸服病毒 不让它进入我们的手 所以这部分的设计 手套的设计跟口罩的设计 这两者的设计本来就不同了 一般医疗口罩之所以能防疫 是因为有三层设计 包括防水层可以阻绝外来飞沫 中间过滤层能阻挡病毒细菌 吸水层则能吸收湿气和水分 因此戴口罩的确有保护效果 但手套的材质通常都是塑料 乳胶上头有许多微小的孔隙 所以戴上手套 病原 微生物还是能透过孔隙 进入皮肤内 并不是防病菌防病毒的设计 我们还是有大概5%到13%左右 一些小洞口 小洞口你看不到的洞口 我们就也看不到的洞口 那就会戴上去以后 就会渗入渗透到我们的手掌里面 就是手套的里面 其实戴手套对于这个阻隔病毒的这件事情 其实是没有帮助的 那另外就是在这个戴手套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手反而相对会是比较温暖 然后变得比较潮湿 那这时候反而会帮助其他的一些病菌的滋生 此外 手套的结构脆弱 容易因为摩擦或指甲 产生破洞损坏 可怕的还有 戴上手套后 容易有错误的安全感 不知不觉中就到处乱摸 反而提高染疫风险 但既然这样 为何医护人员还是要戴上手套 医护人员戴手套 其实它会帮助确保我们 不会直接接触一些具有刺激性的化学药剂 或是病人可能有一些高传染力的 像呼吸道的分泌物 血液 排泄物或是其他的体液 那这些高传染性的这个病员 除了病毒之外 还会有细菌啊 霉菌 甚至一些未知的微生物 医疗人员戴手套 是为了避免接触药剂或分泌物 一旦疗程结束 就会马上脱掉手套 并彻底清洁双手 专家呼吁 手套并不能阻隔病毒 民众若戴手套外出 脱掉后一定要记得好好洗手 免得防疫不成 反而招来更大风险